受疫情的影响,睽違两年的太平洋国际诗歌节 12号晚间在松原别馆举行开幕 太平洋诗歌节今年已经迈入第14届 以诗歌展现东海岸独特的文学景致 今年是以本土与前卫为主题 邀请到13位国内外事人与会 连续三天带来讲座、表演、试集等活动 邀请民众能够以诗共探创意生活 太平洋国际诗歌节 今年以本土与前卫为题 思索如何金融并续地将岛屿特质与世界前卫的动能做结合 今年集结13位国内外诗人共同与会 12日晚上在松原别馆 邀请诗人张宝云、杨小斌、花莲高中及花岗国中诗生 怀念管管、杨木、吴黛颖、周珍珍等 今年离世诗人揭开序幕 因为松原的进行权能转移的缘故 所以没办法及时办理这个四个景 去年因为疫情的话呢 更是无法护博四个景 今年呢 松原别馆的经营单位享用同时呢 更尽全力跟港湾的文化部门争取的金费 相对的有限的金费 可是他们坚持说要来办 我真的没想到说我的长辈们 余光中管管、杨木、他们 甚至于说我的童年的文学伙伴 真真真 他们都要这几年过世的样子 我也不想要成为前辈诗人 可是就是这样 上天藤在舞 让我这么年轻呢 就成为在座当中最年好的诗人这样 在这样的疫情当中 我们怎么样能够在立足的土地上面 放眼看天下 怎么样让我们自己的本土 还是有一些外在的刺激 所以我想这一次诗歌节 也是用这样简单的主题来想说 在疫情笼罩的当下 我们怎么样用诗歌 用创意来烦心我们的生活 由诗人陈黎策展 与会诗人包含 是春波 金上浩 马一航 杨小斌 陈黎 乔直 子娟 曹玉博 陈柏玉 陈浩仁 王和平 张宝云 徐沛 等国内外诗人 我们松原别馆小小的地方 在太平洋滨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办理诗歌节 我们邀请到了国内外的诗人 各国的诗人 他们所赢的诗或者唱的诗 甚至于用他们的语言来表现诗歌 然后他们的 因为每个人的语言的那种声线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个花莲的这地方 能够去欣赏到各国诗人们 他们的一些诗作 他们的一些分享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 大家朋友们有空的时间 可以在这两天能够来到松原 然后欣赏这些诗作 迈入第14届的太平洋国际诗歌节 三天活动包含讲座 市集展览及音乐会 由于楚爱之家合作展出12首物件诗 以及花莲玫瑰石艺术馆合作展出 线上真实比赛获奖作品 另外还有诗的小酒馆 即兴作诗之夜 音乐会 我们都是未来的孩子等 期盼持续与诗歌多元展现东海岸独特的文学景致 探究生命的本质 再次掌帮演 华莲师报导